全油管最快新闻,福建男子通过婚戒牵线 与一位来自贵州的女子结婚 然而仅共同生活十几天后,陈先生发现自己被骗了 起初女方因为一次婚检引起了医生和陈先生家人的警觉 但陈先生后来被女方联系,又在婚戒所内组织了求婚仪式 在婚后,女方一直以各种借口回到贵州不再回福建 最终导致陈先生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最终判决仅退还婚戒钱1641元 这起案件再次引起了对婚戒所的关注和警惕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